今早上我这个主题讲到两个国度的征战 这两个国度不是讲到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 一个弟兄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说是不是讲到中国跟美国 不是,我是要讲到关于 有关属灵的国度的征战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讲到耶稣在两千多年前来到这地上的时候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本身来到这地上 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一般世上的所有的罪人 所以他来到这世上来传福医病赶鬼 当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服侍的时候 当他三十岁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在以色列国在传福音 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面对很多很多的拦阻 尤其是当时的宗教界的人士 这是法利赛人,文士,还有萨特盖人 他们当时是宗教界的比较崇高的 这个社会有地位的人士 但是当耶稣来在世上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嫉妒耶稣的侍奉 所以因作他生命当中不对 生命有破口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魔鬼 就透过他们来做地对的工作 最后我们也看到 他们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 魔鬼以为他得胜了 但是切切看不到这上帝的智慧 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的钉死在十字架 以为耶稣死了 但是耶稣借着死败会 长死前的魔鬼 也堕取了阴间的权势 因为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他能够将这个得胜的权柄赐下给我们 我们今天因作信靠耶稣基督 蒙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也成为基督的精兵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 这三年多的时候 耶稣在地上的服事 选明一个基本的事事 那就是我们看见两个 看不见的属立的国度 正在披死的征战 一个是神的国度 另外一个就是撒旦的国度 新约的圣经呢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耶稣经常参与这场的属灵的征战 但是感谢神 每一次耶稣基督都得胜 因作耶稣得胜 所以祂能够使得我们靠着耶稣 也能够得胜 既然我们都在基督的 参与这属立的征战 因此身为我们基督徒的 我们要认识到 这两个国度的应作 是非常地重要 一旦我们信了主 我们很自动 不单成为上帝的恩义 我们就是神国度里面的公民 我们自动地参与这个国度的征战 既然已经自身在这属灵的征战 不论你愿意不愿意 我们常常 其实每一天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 因此我们必要探讨 这些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属灵的征战 谁在跟谁打仗 我们应该如何 参与这属灵的征战 而且能够得胜 那我们认识到 这是一个属灵国度的征战 是神的国度 对抗撒旦的国度 那我们知道说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常常面对了 这个撒旦 透过人的敌对 世本福音书里面 都记载很多 那今早上 我就抽出 这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那这一章呢 是讲到 这个是耶稣赶鬼 看到这个属灵 震荡的一个模式 我们看华文的 第十二章 第二十二到三十节 我先念华文的 在这里总共有九节的经文 当下 有人将一个被鬼附作 又虾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了他 甚至那哑巴 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众人倒感到很惊奇 就说 这不是大魏的史书吗 但 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赶鬼 无非是靠着 鬼王便西伯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防一国自乡纷争 就称为方畅 一城自一家自乡纷争 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住撒旦 就是自乡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 你们的子弟 靠鬼 卡恩鬼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 你们的是非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OK 第二十八节 对不起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领导你们了 能者能够进钻石的家里 抢夺他的家计呢 无非先绑住那钻石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争的 相和的就是地我的 不同我收集的 就是分散的 我们看英文的 alright is brought to desolation and every city or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will not stand verse 26 verse 28 sorry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那讲到当时呢 有一个人 他是被鬼附作的 那被带到耶稣面前的这一个人呢 是又瞎又哑 那当时 那当时耶稣就医治了他 所以那个哑巴的人 又能讲话 又能看见 我们不是说 所以哑巴或者瞎眼都是被鬼附的 但是在这里呢 很明确的 这个人 又不能够看见 又不能够讲话 那是因为 他身上有哑巴的鬼 还有瞎眼的鬼附 坐在他身上 那当时耶稣就 立刻医治了他 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有时候是 透过按手祷告 有时候耶稣就撤治 这个疾病离开 所以我看显然的 这个离耶稣基督 应该是撤治 这个哑巴的鬼 跟瞎眼的鬼 离开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这件神迹发生的时候 众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我想不是在当当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现在的话 如果一个又西亚 又亚的 奉主的名撤治他 他就得到医治的话 我看众人都感到 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所以众人看见之后 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个人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但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第二十世纪的时候 法利山人听见说 这个人赶鬼 无非是靠着鬼王 变希伯的 你看不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 反而说耶稣基督是靠着鬼的帮助 他们说这个人赶鬼啊 无非是靠着鬼王变希伯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能够把这个鬼 意识了这个人 把这个鬼赶出去 是因为他跟鬼的掌权者联合起来 因为他们说 他们是靠着鬼王变希伯 但是犹太人他们相信 他们的鬼王变希伯 其实就是苍蝇王 是靠着这个鬼王变希伯 是靠着这个鬼王变希伯的 你看 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 十方人从这黑暗的前世当中 得到了自由 那这些当时的宗教界人士 却说耶稣是靠着鬼 女王赶鬼的 所以你看在同一章的时候 耶稣说这些是蝎毒圣灵 圣灵所做的工作 不承认 反而说这是魔鬼的工作 对于他们的指控呢 耶稣就接下来继续地说了 在第25跟26节 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他说 凡一过 自相纷争 就必称为方长 一城一家 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防一过 自相纷争 那这个国呢 必定内乱的 当一个国家里面 批识有内乱 这个国家 必定不能够 站立得住的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批识不能够合一的话 那这个国家呢 必定产生很多的内战 批识夫相纷争 抢夺财产 批识指控来的 那这个家庭 必定很多的纷争 这个家庭 必定产生 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因此耶稣说呢 必定站立不住的 撒旦 怎能赶出撒旦呢 撒旦我们说他是老魔鬼 他已经存在很久了 他是堕落的天使长 圣经说他原本是非常聪明的 但是也非常地狡猾的 但是也非常地狡猾的 魔鬼不会笨到他自己的国度里面 自相残杀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鬼打鬼 他是鬼界队不会鬼打鬼的 我们受骗了 魔鬼是最恶作的 因为魔鬼是阶队 所服从到大的 绝对不会鬼打鬼的 只有人才会人打人 人才会自相的惨杀 而且常常被魔鬼来利用 所以耶稣接下来 他就清楚说到撒旦 他拥有他自己的国度 这个国度是不会四相分身的 然后接受他就继续地提到 这个神的国 在27到29节 他说我若靠着 那你们的子弟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 那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 人者能够进钻石的家里 抢夺他的家记呢 除非先绑住那钻石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记 耶稣要说到 他不是靠鬼来赶鬼的 我是上帝本身 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 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 也就是说当我来的时候 我就把神的国也领到这个地上来了 因为人怎能够进到钻石里面 抢夺他的家记呢 你要到这个家里面去抢夺他家里的东西 除非你比在家里的这个人更强壮 要不然你就被击败 但是我来了 我是上帝 我来击败魔鬼的作为 那这个钻石是谁呢 这个钻石就是魔鬼 我们以前都是被捆绑住的 但是现在透过耶稣来到这地上 释放了我们 将我们就像这个的家财一样 把他抢夺过来 所以以上我们就透过 感触乌鬼 让我们看到两个国度的冲突 那就是 无形的撒旦国度 是以鬼魔为代表的 在属灵界 你看不到 但是却是真正事事 发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 另外一个就是 无形的属神的国度 是以耶稣为代表的 那今天我们蒙得救 我们也蒙召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 神儿女的权柄 神也将耶稣的名赐下给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 来胜过黑暗的 魔鬼的作为 因为我们耶稣是得胜者 我们也是靠耶稣基督 成为一个得胜者 所以基督徒我们可以做释放祷告 我们可以帮助那些被魔鬼下肢的人 我们也可以做自我释放的祷告 因为耶稣已经将这权柄赐下给我们 那魔鬼最怕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有两个原因 因为第一 我们会将祂的国度 曝光再给人家看 就如耶稣释放了这个被鬼附作的 瞎眼的以及哑巴的 魔鬼就是要告诉世人说 世上没有鬼 让祂可以暗中在做这些破坏的工作 刚我们讲到鬼的时候 不是人死以后变成鬼的 这世上确实是有鬼的 但是那个鬼不是人死以后变成这样的鬼 可怕的鬼 乃是魔鬼在各处在做破坏的工作 它能够影响人的心思意念 当我们人生命章有破口的时候 就让它能够来影响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圣经的真理 有时候给它打到黑青 我们都不知道被打了 因为当我们透过这样的释放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权柄彰显出来了 祂胜过了撒旦黑暗的权势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清楚说明这一个现象 这两个无形的属灵的国度 正在实施 正在披死的争战 那接下来我们从使徒保罗 我们可以看到他引述这个属灵的真理 我们感谢神 保罗他自从要往大马世纪逮捕基督徒的时候 耶稣亲自向他显现 并且选招他要做了外邦的使徒 那过后保罗花了三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 圣灵亲自启示他 教导他很多关于属灵的真理 特别讲到教会的真理 教会的真理 讲到这个属灵的真战 因此当他写给以夫所的教会的时候 在以夫所书第六章 他非常地详细在这一章里面 他非常地详细引述这个属灵征战的对象 也因作保罗这样的启示 今天我们手上这本以夫所书 就清楚给我们认识到 这个属灵征战的对象 我们属灵的征战对象 不是人于人 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 因我们并不是以赎血气的征战 乃是以什么呢 这里讲到第一 那些自政的 还有第二 掌权的 第三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空中属灵 属灵器的恶魔的征战 这里讲到这四个阶层 是个阶层 是个黑暗的权势 那保罗在这里清楚讲到 今天我们的征战 不是对血气 不是人于人 所以保罗说 非常明显 今天我们的征战 是对血气的征战 不是以赎血气的征战 那英文一本叫做 Living Bible 他就把这个翻译 解析得很清楚 就是说 不是有血肉之欺的人 很多时候 人于人之间 其实以为说 人于人之间的征战 不是啦 是背后一个黑暗的权势 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他告诉我们说 不是以赎有血肉之欺的人 所以这里形容撒旦的势力 不是这世界上 有血肉之欺的人 是魔鬼黑暗的权势 透过人批死的征战 当批死之间 当人与人之间 批起这个生命的破口的时候 那魔鬼就能够进到人的里面 做破坏的工作 比如说人常常 比如说家庭夫妻里面 常常争吵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 当你里面没有那种爱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攻击对方 丈夫攻击妻子 妻子攻击丈夫 所以你看常常吵架 一直吵 一直吵 吵那个魔鬼在旁边 在看 然后这个魔鬼就进到人的里面 在影响你的思想 所以你就开始 每一样事情 你就看对方都不爽 所以家庭就最后 产生分裂了 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不知道以为是属于人的 乃是因为生命破口 让魔鬼进入 所以你看到 有时候在争吵的时候 如果一天不吵 好像不感到很不舒服 所以有时候 他们认为这是很平常 但其实因为 有些生命的灵状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比如说事情 事情的网络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是撒旦魔鬼 在攻击的时候 你不知不见 你就受攻击了 所以这里提供我们 一个宝贵的看见 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当中 我们在面对一个 一属属于的征战 这里他翻译了 言文叫做wrestling 摔跤当面的 正面的 但对象不是有身体的人 所以在以弗所六章第十二届下半段 那保罗这里他说 乃是以那些自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那这里讲到 我们作战 也因为做摔跤 对象不是有七体的人 乃是那些 不同欺义的统治者 在他之下的掌权者 以及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 也就是说 撒旦魔鬼的国 他有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有接近性的 我们就叫做hierarchy 有接近的 最上面的那一个 就是撒旦魔鬼 他下面有这个 不同的统治者 就是保罗所讲的 自政的掌权者 还有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也就是说撒旦 撒旦他委派 这些第二层界 第二阶段的 不同的统治者 派驻在不同的国家 当他国家 帝对他 派驻在国家 然后下面还有另外 under他的 属他的 然后在下面 还有在跟着他 属他的 也就是说 他们非常的 很详细 有这个国度的 这些属于在黑暗前是比较高一层的 世界受命于撒旦 魔鬼 所以 其实 世界 under Satan 所以 以上的经文可以看到 撒旦国度是有组织性的 就是说他的国度有统治者 每一位统治者都复制特定的弃义 被派到特定的弃义 每一个统治者下面还有吃药的统治者 他复制吃药的弃义 受命令在上面的 他们非常的有组织 所以撒旦 魔鬼并不笨的 他们不会自相残杀的 他们是绝对 服从命令 撒旦为何有这样的组织呢 因为他在聚落之前 他本是上帝的大天使长 在上帝面前侍奉的 有三位天使长 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 这三位的天使长 第一 叫加百列 另外一个就是米加勒 加百列就是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他是传信息的 米加勒是叫做Michael 他是一个大能的天使长打仗的 在另外呢 还有另外一位 这另外一位的天使长 他名叫做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他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擅长音乐 非常好在音乐 他非常好在音乐 那这个人呢 这个天使长就应做漂亮 这样美丽 然后呢 又很骄傲 所以呢 骄傲就是魔鬼的本质 因作他这样呢 他掌管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 所以他被翻译成为露西夫 所以他也叫做露西夫 他原本叫做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所以露西夫也叫做撒旦 就是魔鬼的头 那他掌管一切黑暗的前世 掌管三分之一的天使 他一直想说要坐在上帝的那个宝座 所以以撒亚第十四章说我要 我要 我要 常常要炫耀自己的我要 这就是魔鬼的本质 结果他的思念上帝清楚 最后他就被赶出这个天堂 他带着他三分之一的天使 被扁到这个地上来 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对抗神的国度 他的名字叫做撒旦 所以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讲到 这钱病本来给人的 魔鬼就知道只要人犯罪 钱病就转移到他 因此他今天就称为世界的王 那在这六章第十二节还有最后一段 刚才我讲到三个的时候 讲到这三个的资政的掌权的管家 一万事件 最后一段是什么 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恶魔 在英文的翻译叫做 the spiritual host of weakness 这个host 古英文就是精队的仪式 host means army 也就是说首领下面的最后一群 三分之一的天使 这些就是他的精队 那根据这经文呢 有大量的撒旦所述 没有血肉之气的血灵 大经列队出来征战 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看到他的权势呢 非常的浩大 好 因此当我们了解面对的是 属灵的恶势力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犯重肉体 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来作战 我们靠自己的肉体 没有办法胜过的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赐下这个能力 是如刚才所唱的诗歌 圣灵赐给能力 能够对抗这些黑暗的前世 那保罗刚才提到那一节经文的时候 讲到属天的 所以撒旦的总部在哪里 他的总部在天上 很多信徒以为他已经在地狱里面了 也许多信徒都觉得 KING Powell 第一就是在地球表面以下 如果他已经在地狱里面 如果他已经在地狱里面,太好了 他现在仍然在地上来掌权 但是地上一个很大的主力 那就是耶稣 主力 听不到吗 一个最大的主力 那就是耶稣 所以他的活动 多数在这地上 但是他的国度呢 在天上 那前面你不是说 撒旦跟随者一定被赶出天堂了吗 是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们要了解撒旦国度呢 关键在于根据圣经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 圣经就是我们的真理 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为刚强的基督徒 来了解什么叫做天上 事实上 这个世界不持有一层天 天并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天而已 天并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天而已 世界上这世界不持有一层天 这是圣经的真理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诀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我们知道旧纪的圣经是以西伯来文学的 在英文翻译的就从西伯来翻译的很准 华文就是天而已 但是在英文就讲到 是一个富庶 但是地呢 一个 所以天是富庶 地是单数 所以从圣经一开始创世纪 神的启示就开宗名义说 天不此一尘 那新纪有两段经文呢 可以确认这个真理 第一个仍然回到保罗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第二到第四节 来我们念这三节经文 很重要的经文 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什么 第三层天上去 我在身内我不知道 我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个人 我在身内 我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热言里 听见隐秘的原理 是人所不可说的 2 Corinthians 12 保罗在这里讲到 他说有一个人 在基督里面 他十四年被提到 三层天气 当然我们读这段经文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人就是保罗自己 他在十四年后 他才提到这件事情 原来在他信主的那时候 他就经历到 被提到第三层天 那为什么到十四年后 他才讲呢 那是因为当时的犹太 在犹太人 包括犹太的基督徒 都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 保罗到处去建立外邦教会 他教导上帝的真理 面对这一些犹太的基督徒的反对 他们说保罗不是真使徒 所以保罗他如果不承认 他是使徒的话 他在想的话就没有效力了 我最近在教那个加拉派书 有参加的就知道 他告诉我 我领受这一些的真理 不是人教导我的 是上帝圣灵 亲自启示我的 所以保罗面对这些被迫的时候 他仍然说 基督徒不思议要行立法 他不怕得罪他们 他真正在真理没有妥协 所以他才在十四年后讲到 他被提到第三成天的经历 他是上帝所特别简显的 他到第三成天 然后第四节他说 他被提到热言里 听到那些隐秘的言里 是人不可说的 这个人被提到第三成天 显然就是保罗自己了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吗 天不是一个天 三成天 他也说他被提到热言里 这个热言显然就是讲到第三成天 耶稣在定十字架的时候 旁边有两个强盗 一个讥笑耶稣 另外一个说 耶稣当你得过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说 你就与我同在热言里 所以这个热言 就是第三成天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天堂 所以一个基督徒死了之后 那当他是重生得救的 真正重生得救的 蒙耶稣基督保穴的 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的行为 得救是运作我们的信心 就被提到第三成天 我们这个叫做天堂 但是天堂呢 现今的天堂 其实还是一个暂时的地方 以后 耶稣要带我们从天堂 来到这地上 所以圣经里面讲 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 神的藏目要在人间 也就是说 以后 当第二次 当以后我们复活的时候 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 来到这地 这新天新地 这个是我们以后 有机会再谈 环利天堂的问题 所以他所讲的地上成天 显然就是天堂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往天堂 以后那一个地方是很好的 很美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 追尸礼拜我们出品地中写了一本 好的无比 地上工作还没有完 神不会把你带回去的 当工作做完了 神就把我们带回到天家去了 所以天堂是好得无比的 保罗说呢 我正在两难之间 离开身体到天堂 真是好得无比的 但是以后还有一个更美的地方 我们跟主耶稣同长往前 那个就是新天新地了 所以在这里几段的经文 几段的经文就讲到 天而天上的天 都是耶和华的 在这世界上若有第三层天的话 有第三一定有第一跟第二吗 对不对 那么就一定有第一跟第二层天了 这个跳过去了 我这个就不再讲了 因此第三层天呢 是神所基住的地方 是一层圣洁的天 神基住在超天上的天 也是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 我们要到的那一个地方 叫做天堂 也叫做天家 所以苏罗门献殿的时候 他怎么样祷告啊 他说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二十七 看那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住你基住 何况我所见的这圣殿呢 那么那里是第一层天呢 第一层天可以说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天 就是我们头上有银在飘的天 我们看到这个是低层天 也是飞机飞到这个银端的 这就是低层天 那接着就是第二层天了 没有人这样称呼的 但是既然有第三层天 就有第二了 第二层天在哪里呢 它的位置是在 我们看得到的第一层天 跟神的天上的天的中间 那就是撒旦的总部 他在天上发号施令 我相信这第二层天 就是天空 这是撒旦的国度 所在的位置 所以借于神在天上的基所 跟我们的中间呢 却是存在着一个 地是我们的国度 想尽办法 阻扰我们的祷告 从丹以语书 可以找到这属灵的原则 当以语书第十章 就可以认识到 关于这天上属灵 征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在第十章第二十节 他说天使家百列 告诉丹以理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 跟波斯的魔精争战 我去以后 希腊的魔精必来了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 以赴所书第六章 所讲的 是正的掌权的 所以这里我讲 这现代的黑暗的主书 他讲到 在Daniel 20 他说 Do you know why I have come to you and now I must return to fight with the prince of Persia and then when I've gone forward Indeed the prince of Greece will come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魔精 Here we talk about these demons 英文叫做 the prince 为什么是波斯跟希腊呢 Why these are Persia and Greece 当丹以理在祷告的时候 When Daniel was praying 那就讲到魔精 波斯的魔精 希腊的魔精 因为以色列曾经被外族 统治过 他们首先被外族巴比伦 离布基阿里萨的时候 被弩到这个巴比伦 那七十年之后呢 这个波斯帝国 允许他们回来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 丹以理书就看到 有两个 接下来两个帝国 掌控以色列跟耶路撒冷 那就是波斯帝国 跟希腊帝国 历史上共有四个古帝国 曾经统治过以色列的 是巴比伦 波斯 希腊跟罗马 罗马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丹以礼的时代呢 统治以色列的是 巴比伦 波斯 后世 希腊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在第十章的时候 有几段可以看到 天上的属灵的征战 那在丹以礼第十章呢 第二到第三节呢 讲到丹以礼当时呢 他在祷告 近世的祷告 他非常悲伤 要为了以色列 幕后的日子 情况 他净事 三个七日 就是二十一天 他在这三个 二十一天的时候 在这三周之后 天使加白了 就来到祂的面前 讲了这几句话 我们特别看这两节经文 天使加白了 对丹以礼说 他说 不要惊怕 因为从你第一天开始 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 你的眼里已经蒙印语了 我是因你的原理而来 看啊 波斯过的魔精 拦住我二十一天 突然有大惊天使长的 一位米加勒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好了 Daniel chapter 10 verse 12 to verse 13 then he said to me do not fear Daniel for from the first day that you set your heart to understand and to humble yourself before your God your words were heard and I have come because of your words but now but the prince of the kingdom of Persia withstood me twenty-one days and behold Michael one of the chief princes came to help me for I have been left alone there with the kings of Persia 神拆牌天使加勒列 向丹尼里传达信息 God sent the angel Gabriel to speak to Daniel 当丹尼里在神面前 祷告 行求 有关 以色列 幕后的日子 天使加勒列 就要告诉他 他却被波斯过的魔精 抵挡了二十一天 最后一位天使长 叫做米加勒 就出来了 米加勒是一个大人的作战者 每当米加勒 欠身 以色列 就会站在 人类的历史的舞台 因这个天使长的工作 就是看顾以色列 再看回加勒列所讲的话 他说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 跟波斯魔精争战 我气候 以色列的魔精 必来了 你读丹尼里书的时候 就看到当时的背景 波斯过后被灭了 然后另外一个魔精 就是希腊 所以加勒列天使说到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他要去征战 帮助以色列 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了解在人类的帝国的历史的背后 都有属撒旦的权利 如果我们只看在人类层次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的 真正决定地上各国各民的命运的力量 是发生在天上 所以我们常常说 地上所统绑的 天上也必统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必统绑 所以当我们站在 祷告的这个破口 堵住这个破口的 我们的祷告 透过这第二成天 到了天上上帝的宝座 上帝就释放了 祂的恩高能力和祝福 临到我们所祷告的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 当我们站在离间祷告 我们的圣灵 会能够遇到 我们的第二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非常看重带祷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星期四 一整天二四七呢 我们都有分十段 就是一直奉主的名 来祝福我们的国家 我们祷告了几年了 基督徒的祷告带着全病 我们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的事业 祝福我们的孩子 就透过这个祷告的全病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 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功绩的话 我们就被打得 没有反抗的 没有反抗 所以神已经赐给我们 这个全病和能力了 我们已经被托付了 这属灵的武器了 身为基督徒 在这属灵的这个征战 有何种的重要性呢 非常的重要 因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全病 成为代祷者 透过拥有这属灵的武器 可以透过祷告 祭拜魔鬼在地上的作为 我们的祷告 穿透魔鬼的国度 达到神的基索 以致决定国家的历史 因此我们的逮导是大有能力的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看中你个人的灵修 也多花时间为了国家祝福祷告 希望祷告能够改变我们 整个国家的气势 政治 宗教 民族 还有经济 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的国家 透过祷告能够建立上帝的教会 透过祷告建立我们每一个自己的家庭 包括夫妻的关系 孩子等等 我们的带道要继续地坚持下去的 但你祷告二十一天 所以我们祷告不是这样 点一下然后就又放弃了 要继续地坚持到底的 一个国家的前途决定在于基督徒的祷告 祷告是属灵征战的武器 上帝所给予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责任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属灵征战是真实的 虽然你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经历到的 但你理书中所提到天使的征战 以及他透过敬世祷告 参与征战是这个真理的 借家的榜样 求神帮助我们 都能够看重祷告 祷告不是纸上谈兵 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又花时间成为一个带导者 你听到信息说 主啊我知道 我的身份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也是上帝赐给我这个权柄和责任 从今天开始我能够站在国家的破口的当中 我持续地祷告又看到上帝的手 来改变我们的国家 直到我们进入了丰盛 我要请你在你位置上将你的手挤起来 对神说 神啊 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 主啊 你看到我们的手 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 祢给我们这个权柄 也给我们这个责任 我们能够围着我们的国家祝福 我们能够围着世界上 属于国家的事情 来向主祢来祷告 我们不是在肉眼来看到 这是属于地上的事情而已 那是看到我们在处于一个属灵的增长 也在我们的工作场所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我们要继续以祷告来托住 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 能够达到深深宝座面前的时候 我们能够统统上空 从黑暗的权势的作为 我们的祷告 必定在基督里面夸胜又再夸胜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祢的祝福就从祢的天上倾倒下来 谢谢主祢听我们一些的祷告 也谢谢祢听 看见我们向主祢面前 献上我们的自己 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 谢谢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上帝祝福每一位 祢祢祢 祢祢